三月彩茶 茶叶香 清明过了两前忙 大姑小姑入山去 不怕山高 村路长 每年这个时节正是彩茶的黄金季节 丽云油油的茶园里 彩茶工忙忙碌碌 就是为了在最好的时节里 把最鲜嫩的茶芽采摘下来 可是彩茶男的问题 一直困扰了辛苦劳 做了一年的农民朋友 因为茶叶一旦进入彩摘期 就要在最短的时间里 把茶芽采下来 这活辛苦 一天下了腰三腿疼 加上彩茶期一般只有三十天 属于短工 认为生活条件好了 有些人不可以受那份罪 我这个彩茶叶就三百多五 正常情况下 要招彩茶工 七八十个人到一百个多个人 但现在那个彩茶工 走那个比较困难 现在我们的茶员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的茶员只能 彩那个头串茶 到第二串 第三串茶就放味料 彩茶工饥荒现象 随着工夫GF66 清醒彩茶机的位置 终于有了解决的方法 正常我们这个机子 彩茶是这样子 从下往上 然后一个身体桃花 要顺顺地追上来就可以了 人在画面退 踢在前面走 就这样打就可以了 该机以单元方便操作 和确保茶叶品质 为设计理念 根据茶农在不同茶园 对不同档次的茶叶 进行手工采摘的特点 经过三年时间研发 和实地验证并改后 推出的成熟型的产品 该产品效率高 投资少 操作简单 绿色环保 帮助茶农轻松解决 采茶工饥荒现象 这种采茶机 那个很好 它第一 它的摊仑 底那个 三到四个劳力 第二呢 它这个 使用于荒病 第三 它 不能不要使用气球 在我们 三大雨季茶园里面 使用很好 都不会给茶园带来无难 功夫进F66 轻型采茶机的优势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效率高 一人顶四人 机材效果 同手工采摘没有区别 漏材率低 完整度好 制成率高 不发生红梗等品质变异现象 二 投资少 十天收回成本 三 操作简单 男女老少都可以 四 绿色环保 不产生污染 适合于多种茶园 和不同档次的茶叶采摘 有了这台机器 我们二层三层叉都可以采了 就不怕别人采杀了 这这这机器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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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